观众朋友 今天我为大家讲一部古典神话小说 《风神演义》 这部书啊已经成书好几百年了 说它是神话小说啊 倒不如说它是一部具有中国作风 中国气派 很有中国特色的 大型科幻小说 书里边所描写的内容呢 就是五王发咒的故事 这个五王是谁啊 就是周朝开国的国君 激发 他所发的那个咒王呢 他就是承汤末代皇帝 咒王殷寿 说这个皇帝呀 是一个暴君 他杀人如麻 过去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一说谁帮助这个恶人出谋划策 帮助坏人 帮助坏人做些坏事 就说他是助咒为虐 那就是指的这个咒王说的 这个咒王刚即位的时候 他并不怎么坏 也算是一个很开明的君主 每天是临朝问证 啊 那中言进贤臣 研究治国安邦的大计 还真不错 那怎么后来变坏了呢 主要还是那因起了变化了 就在咒王在位七年 他忽然传现一道旨意来 说是在三月十五日这天 他要亲率文武到女娃宫 降乡 哎呦 这一道旨意传下来 可了不得了 不知文武大臣给高兴坏了 怎么回事呢 自从天子继位之后 有好多文武 不断的上本 那么提醒皇帝呀 在每年的三月十五日这天 必须要到女娃宫去碾香 历代皇帝都是这么做的 咒王呢 没拿这个事啊 当回事 哎他看过写个本账 他也赞同 应该去 哎寡人哪 是要亲自去的 反正阴错阳差 甭管是什么原因吧 哎 耽搁了好几年 今年皇帝 哎 传旨了 要亲自去降乡 那文武怎么能不高兴 不用说文武啊 消息已经传出 或 昭歌成全城沸腾 昭歌的百姓 自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那是一个个欢天喜地呀 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去碾香 主要是为了祈求啊 是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是为了全国的百姓 这就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 你想那百姓能不高兴啊 文武大臣接到这个旨意之后呢 以首相商榮为首的 请了几位朝廷众臣 坐起来几位啊 商量了一番 那么这几位众臣都谁呀 有一字并肩王 微字起微字眼 那么这是当今皇帝 昭王的大哥二哥 哎 有雅相笔竿 郑国武成王黄飞虎 这都是一言九鼎的乳啊 啊 都是皇帝 故宫之臣啊 就等于是天子的胳膊腿一样 所以说老丞相商榮 对这个事情是特别的重视 每年他都要亲自提醒皇帝 您要到女娃宫典乡 终于天子啊 要亲自去朝拜了 那商榮当然高兴 商榮的身份和这几位还不同 他是商朝的三世老臣 先皇啊 拖过孤啊 所以商榮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比谁都重 所以每封办一件事情 他都特别的谨慎 要反复推敲 那么这有什么可以推敲的呢 不用说别的 就说皇帝离开了皇城 去到女娃宫 这一路上的安全 那么你不得做一番安排吗 实际说这个事呢 不一定由商榮来管 要是老太师文仲在朝的话 那么文太师就一手操办了 今天这么大的事 太师怎么没在场呢 因为北海 北海王袁福通返了 老太师亲率四十万大兵 远征北海 没在招戈 所以这个事呢 自然而然就落在首相商榮身上 那老商榮是百官之首啊 有什么可安排的呢 哎呦 那事可不少啊 第一是秩序问题 皇帝自登基以来 有好多好多老百姓 尤其是京都的百姓 都没见过周王 哎 他们想一堵龙岩 那么这要不抓着秩序 那能行吗 再说天子的安全呢 哎 还得他提前几天 通知女娃公的主持 老法红 让他率领地子 哎 揭架 所以 这得啊 仔细的研究 调度 安排 最后 把这所有的事 都交给了京营殿帅 老将军鲁雄 鲁雄将军已经七十多岁了 这老头可是忠心耿耿 文武双全啊 他听到这消息之后 和其他大臣一样 也特别激动 自己亲自率四元大将 朝雷朝田 音坡外雷开 先把整个昭歌城巡视一番 然后传下令曲 让家家户户顺征接采 在门前准备好相爱 那黄土殿到净水泼街 这都安排好了 罗雄呢 要亲自统帅三千玉林军 外有五百铁骑 护驾 到三月十五号这天早晨 天还没亮呢 周王就起床了 是香汤沐浴 然后滚勉加身 滚勉加身啊 头上戴着勉刘官 就是那帽子跟搓板似的 前面一串一串小珠子 后边一串一串小珠子 那小珠子不是随便挂的 皇帝那边刘官上面的珠子 一共是十三串 前面八串 后面五串 八五十三啊 哎 滚呢 滚龙袍啊 那上袖金龙龙探着 莽翻身海水江崖 昆遍云紧 妖术八宝袋 大红中衣 脚下一双 子龙飞云穴 乘九龙沉香脸 八匹马拉着 脸 四匹马拉着呢 那叫四 两匹马拉着才叫车呢 那是臣搀扶着皇帝 上了脸 文武百官随行啊 那文官 鹅官 不带大秀迎风 泪下配件 武将 盔甲鲜明 刀枪在手 文官为首的 有首相商荣 雅相笔竿 威子起 威子眼 上大夫梅伯 扬任 中大夫飞众 下大夫游魂 武将 有镇国 武成王黄飞虎 二王 黄飞镖 三王黄飞豹 武成王手下 有四元大将 黄明昭记 龙魂无迁 前边 是两元大将开路 黄门关的两元首将 就方毕方向 做先锋 这哥俩 那是昭歌成有名的 两位显得神的 怎么叫显得神的 那哥特高 哥俩呀 一边高 都多高啊 身高三丈六 顶亏 冠家首提 方天话地 就是没马骑 怎么不骑马呀 甭管什么样的 高头大马 只要是 在方家兄弟的胯下 看着比耗子 也大不了多少 没法骑 甭管行军上哪 这二位呀 都不羡点 开不走啊 甭管你呀 是什么样的一个急行军 也甭想把这哥俩落下 他们腿长过不大 是一步就六米呀 百里急行军呐 一溜达就到了 所以派这二位呀 做开路先锋 封山开路 玉水碟桥 那如同探囊取物一般呢 算得了什么呀 那么除去这些文官武将玉林军之外呢 那就是全副鸾架了 执掌全衡朝天 当时鹰武鹰帆 鹰绕鹰啊 看到黄金棍 盘龙棍 棍闪金光 龙凤刀斩将刀 寒气息人呢 云罗散盖 袖带飘扬 浩浩荡荡 真可谓皇帝出朝 地动山摇啊 天子的九龙陈香脸 刚一出五朝门 哎呀 整个昭歌城啊 就开了锅了 万民欢呼啊 万岁万岁万万岁 喊得朕天家想 你就看那大街 小巷 房声 墙声 有人呢 把桌子搬出来 一张桌子不行 干脆三张桌子上边 加一把椅子 要唱金钱豹啊 得瞧得看就行啊 那年头是没有电信杆子 要有电信杆子 也得趴满了人呢 那树上 人都站满了 哎呦 这老将军鲁雄啊 又高兴又紧张 他高兴啊 看看 黎民百姓啊 对当今万岁 是多么拥戴呀 同时老将军也有点紧张啊 他紧张什么呀 自己那个职位在那儿呢 他是精英殿帅呀 啊 那皇城 外皇城 整个首都昭歌 这么说吧 经济二百四十里 方圆 都归他管呢 这回头皇帝走着走着 蹭着一下趁乱裹乱呢 接哪儿 蹦出个刺客来 那不麻烦了吗 哎 实际 鲁雄是有点多虑了 哎 这一路上啊 除去 热热闹闹 那就是昏天喜地 根本没有什么意外发生 这时的女娃公呢 女娃公 比这个京城里边啊 哎 一点也不平静 可以说呀 更紧张 女娃公的主持 老发师叫发红啊 哎 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和他率领庙宇中 所有的徒子徒孙 大忙了七八天啊 把女娃公 重新粉刷了三遍 这一通收拾啊 哎 女娃公里里外外 前前后后 上上下下 左左右 又积了嘎吶 坑那咋 全都打扫了 连那钩窝缝边 都擦了六回 这也唯恐 天子有不满意之处啊 冲撞了圣架 那还了得呀 老发师亲自检查了好几遍 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了 这才算放心 哎 不住的嘱咐身边的弟子 一定要提醒我 到三月十五日这天 咱们得早早的出营迎后圣架 到了正日子这天 还没交五更呢 老发师就起来了 帅领着弟子手指发器 往女娃公前这一跪 迎后圣架 这时啊 有弟子来禀报 发师您看 圣架到了 哎呀 老先师举摸这么一看 果然不错呀 他当即吩咐 赶快奏乐 他弟子们手里不是都有发器吗 什么发器呀 呃 就是什么声管 笛 霄 墨驴子 倾 鼓 还有九音锣 啊 吹奏起来 娃娃娃娃娃娃 这一旗奏啊 这声音还十分动听 你看 鲜乐嘛 这时首相商荣 到九龙沉香脸前 秉奏天子 说是女娃公主持 发红 率领门人弟子 已经后嫁多时了 周王传指 寡人要下居年 亲自见一见 发红主持 内侍臣 把天子给搀扶下了面 周王站在这儿 举摸这么一看啊 哎呀 他不由得一愣啊 怎么了 周王一看 女娃公这个环境 真美呀 好漂亮一个去处啊 真可谓是山清水秀啊 山不高而秀雅 水不深而清澈 石板路平坦坦 松柏树脆青青啊 缘和乡亲 桑树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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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谓是人间的仙境 景色宜人啊 远望女娃公啊 斗拱飞檐 轰强欲柱 女娃公 正中的山门左右有脚门啊 山门上悬着一块大点 蓝地金字 上书四个大字是右四方啊 反正那时候字体啊 大多都是甲骨文啊 随是甲骨文 但是写的也非常漂亮 你往庙里头看吧 香烟缭绕 刺耳听 是庆典齐名啊 这时老法红过来见驾 周王赐他平身 法红老主持啊 早就听说过 说周王天子 是一位了不起的马上皇帝 文武双全 力大无比 曾经在御花园 脱梁换住 但是他没见过这位皇帝 今天借着接驾这个机会 他上下打量了打量周王 使法红老主持 不由得道西口冷气啊 怎么了 他见周王身高在九尺开外 身得是容准容颜 没分八彩 目似朗星啊 鼻如欲露 四方口大耳垂伦 喊一下 一不短然 哎呀 这是真天子百灵相助啊 好威风的一位皇帝呀 他赶紧在头前领路 把周王给接近女娃宫 首先先到正殿 念香 来到正殿 老商荣 把香给念好 递给了天子 周王把香接过来 他举目这么一看 呼 迎面呢 是一个高大的佛刊 是紫檀木雕刻的 红云段的佛帘 垂挂着 在桌案上 早就白满了 好多贡品 都什么贡品呢 鲜头水果 糕点 牛头 周王啊 手里头拖着这股香 他没把它上的香茹里 那他站这干什么呢 周王在端下 他很想啊 看一看女娃圣像 但是呢 又不好开口 说你们把这佛帘给我打开 嗯 这么说合不合适啊 所以他站在这会儿啊 犯了点犹豫 可恰恰就在这时 由殿外吹进来一股风 啵 啪的一下 把这佛帘给吹起来 这佛帘这么一卷 周王 注目一看 呀 他当时愣了 怎么了 他一眼就看到 这女娃圣像了 周王光听说 女娃娘娘 炼食补过天 但是女娃圣像什么样 她没见过 今天不见则已 这一见可了不得了 怎么了 哎呀 这位女娃娘娘 坐在佛刊里边 那是栩栩如生啊 就像一个真人 在里边坐着一样 看女娃 面如浮河 面如浮粉 脸似桃花呀 太美丽了 美的简直的说 无法形容 什么沉鱼若燕呢 碧月修花呀 倾国倾城啊 这些词句 用到女娃娘娘的身上 那都有点太俗了 差点啊 把这位周王天子 给每一个跟头 哎呀呀 周王只见 女娃娘娘 头戴凤冠 正中一颗宝珠 是珠光四射 身披一件大红锦袍 剃透玲绒 娘娘面如浮粉 浩尺明眸啊 峨眉粉呐 那真好像 是一朵盛开的鲜花呀 什么花 三月的桃花 六月的荷花 出水的芙蓉 绽放的牡丹啊 这时周王啊 脸红了 气短了 血凝了 神散了 她觉得自己嘴里发苦 眼睛发弩 腿肚子棒硬 脖子发胀啊 她也不知道 把这股香 是怎么牵到 那个香炉里的 只见周王 转过身来 她吩咐了一声 笔墨伺候 只见周王 提笔在手 刷刷刷 在粉笔墙上 提尸一手 她写的是什么呀 凤鸾宝杖 井飞长 尽是泥金 巧样庄 区区远山 飞翠色 翩翩舞秀 硬霞伤 梨华带雨 争娇艳 少要冷烟 逞魅庄 但得妖娆 能举动 取回常乐 是君王